莫斯科恐习案应当是近年来最惨重的一次了,尽管伊斯兰国第一时间站出来负责,可这也不能开脱美国与乌克兰的嫌疑,虽然是否与美乌有关很难说,可目前看来拜登和泽连斯基却表现出的是最恐惧,有理由担心恐习事件,给普京制造了一个痛下杀手的借口,乌克兰战争或许离结束不远了。 莫斯科恐习案发生后,美国和乌克兰方面的表现太过敏感,第一时间自己给自己洗脱嫌疑,美国人的表态最急切,不仅迅速撇清与自己无关,还信誓旦旦表明与乌克兰无关,更是坚定声称是伊斯兰国所为,比伊斯兰国的表态都急切。 按美国人的说法,此前驻俄大使馆就曾向在俄美国公民发出恐袭警告,也私下里向俄方发出了恐袭警告,就算确实是事前有所示警,可也不排除以此来掩盖自己罪行的嫌疑。 沙利文3月20日访秘密访问基辅时,俄军对基辅进行了大轰炸,此事之后莫斯科就受到了恐袭,不知道这之间是否有关联,有意思的是,美国撇清自己也就罢了,还要替乌克兰撇清,美国如何能够在第一时间排除乌克兰的满胸嫌疑,如此急切为乌克兰做证明,恰恰体现出来的是一个怕字,怕俄罗斯误会,更怕俄罗斯借题发挥。 美国都如此紧张恐惧,乌克兰的泽连斯斯当然就更紧张了,要知道第一时间的证据就指向了乌克兰,俄方公开抓捕罪犯的信息,明确指出是逃向乌克兰的方向,并指明有人为这些人提供了逃离国境的窗口。 普京表示俄罗斯将查明和惩罚,每个为发动此次恐袭做准备的人,等待恐怖分子的是报复,他们没有未来,而俄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把矛头指向了乌克兰,且誓言严厉报复。 如此明目张胆的恐袭行动,如此惨烈的事件,对莫斯科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,这一事件的侮辱性更强。 普京刚胜选连任,俄军正在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地位,北约正在酝酿向乌克兰派兵,中国正在劝和促谈,在这个紧要的关头,突发了如此惨案,在心理上对俄罗斯人也是一个打击,或许美国和乌克兰确实与此无关,也或许是否有关永远也查不出真相。 就要看普京总统如何看或如何判断了,尽管俄已经取得了战场上的绝对优势,可还没有完全摧毁乌克兰的战争意志,重要的是乌克兰方面已经改变了打法,那就是以袭扰战为主。 泽连斯基一直掂击着克里米亚大桥,乌军也一直在对俄边境地区进行洗扰,而俄海军重创最大,如果长期打下去,对俄来说也确实不是回事,何况美欧对俄的制裁已经接近了极限。 在战事紧张且边境地区经常受到袭击的情况之下,莫斯科地区的安全意识竟然如此的松懈,这表明俄内部也确实有重大的隐患。 这也要求普京尽快结束战争,不管恐怖袭击是何人所为,这都已经是无关紧要,重要的是普京会不会利用这次恐袭展开自己的策略,俄安全部门第一时间已经指向与乌克兰有关, 而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瓦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,唯一一个聪明道在恐怖袭击事件上,指责俄罗斯的外国领导人就是泽连斯基,因为小偷的帽子会着火,没有什么诅咒能像他暴露自我的声明那样,有力地摧毁他。 这显然是在讽刺泽连斯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X上发布自拍视频声明,指责普京正试图把责任甩给别人。 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很清楚,普京方面正试图把责任甩给别人,他们总是把责任甩给别人。 这样的格工对话,一方面是表明了俄罗斯倾向于是乌克兰所为,另一方面则是泽连斯基真的怕被欲加之罪。 泽连斯基非常清楚,克工消除民众的愤怒或平息事件影响的最佳办法,就是迅速采取报复措施。 报复的对象是谁可以说并不重要,只要能找到除气筒就好,至少这是对国民的交代,尽管俄军目前在战场上已经是绝对占优。 也正因为如此,不甘心失败的欧洲人也有点急眼了,一旦让俄罗斯取胜,那欧洲的安全秩序将彻底崩溃,欧洲就更没有安全感了。 重要的是欧洲人对俄罗斯那一点可怜的自信,也就荡然无存了,也就是说在欧洲人有些蠢蠢欲动的情况之下,普京必须果断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不决,在北约派兵入屋即时宣战问题上,不能有丝毫的含糊。 而利用这一次恐怖袭击事件戒题发挥,也可以对欧洲起到震慑作用,这个戒题发挥就是认定了与乌克兰有关,或是乌克兰买凶,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力度会加大,而且很可能不再顾虑是否会大规模杀伤。 其实最可怕的就是普京会不会通下决心,寻找机会除掉泽连斯基,泽连斯基早就明确表态,绝不与普京谈判,其实并非是他不想谈判,而是他已经失去了谈判的机会。 为了配合美国北约打压俄的战略,而甘愿成为战争代理人,这是犯了一个极大错误。 而战争打到目前这个状态,一方面是乌克兰人死伤惨重,另一方面是乌克兰的经济和基础设施,几乎全部被摧毁。 还有就是俄军已经占领了大面积的领土,重要的是在最关键的时刻,美国北约都停止了军援,如果能够引爆俄欧大战还好,如果不能乌克兰就真的是国之不国了。 一旦停战,乌克兰内部肯定要重新审视,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,那就意味着对泽连的清算。 所以目前泽连不能谈判,而谈判也即意味着投降,也就意味着他一点活的机会都没有了。 何况美国总统拜登也下死命令不允许他谈判,泽连现在唯一不能得罪的就是美国,也只有美国最后有可能保在一命。 因此只要泽连司机在,俄乌谈判就难以实现,如果泽连不在了,一方面有可能引发乌克兰内乱,另一方面也可能选出一个理智一点的领导人。 以利于推动谈判,尽管俄目前还撑得住,可如此消耗下去也确实不是回事,目前只是苦于无法停战,或者说无法推动和谈,除掉泽连推动谈判,这也可能是一招崛起,乌克兰战争打了两年多,尽管炮火连天,可俄军的打击与其说是精准,还不如说是克制,一直在避免制造大规模的杀伤,这可能是普京一早就制定的原则立场。 自然就不好破坏,要想改变初衷,就得有借口,而这一次恐袭事件就是一个极佳的机会。 如果美国方面提前向俄同报恐袭警告是真,那么俄方如此松懈就真的不应该。 就算认为美国的恐袭警告是别有用心,可也得外送内警,恐袭的事情是宁可信息有不可信其无的,普京不可能不懂,重要的是恐袭尽管突然,可俄方的反应也实在是太慢。 事件中没有听说过警察出动,区区几个恐怖分子警察肯定是应付得了的,真的不至于让恐怖分子一夜间跑了500公里,这是还真的有些反常,只能说明俄内部真的是太松懈。 在乌军不断越境袭击的紧张时刻还如此松懈,这也表明俄内部也确实存在重大的隐患。 总之这一次恐怖袭击,不排除是美乌联手买凶的可能,但不管是谁干的,这都有可能成为普京痛下杀手的机遇。 借机对乌克兰进行更大规模狂轰滥炸,迅速向前推进,甚至于不排除借机清除泽连,以尽快结束战争。